用能量来做人体的医疗方便治疗 所以宗教授他创的这能量学会 其实就是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 很基础扎实的学术的研讨 跟医疗上的验证来帮助人体 医疗的健康的一个照顾 那我们学会呢 就是已经到今年刚好是宗教授20年 民国82年创会 到今年是刚好20年 那20在中国也讲是落冠之人 所以我们学会也在今年 就办了第一次的国际系的研讨会 那我们也是为了纪念我们宗教授 创这个学会的辛苦 那学会过去的历史点点滴滴 我是在三年前接秘书长 那过去呢是有两位 那学会的历史点滴呢 其实也都非常辛苦 那我们学会基本上 人量学会是没有受政府的青睐 也没有政府的补助 但是我们秉持的就是宗教授过去 他自己一贯的秉持就是 我们在做的就是要做 对人体健康守护有用的 实用的东西 那宗教授在晚年的时候 他的节真道很有幸 碰到我们的俊厚修 一副老实样的俊厚修 确实是老实 他那个节真道 真的是把宗教授拿捏的传承都非常好 他自己还研发了一些器材 我觉得宗教授早期健康是一单点 在我们这个俊厚修当中 他觉得单点的面积不够 加大面积 他有这样的一个创新 其实就是非常好 把这样的节真道更发扬 所以非常高兴我们俊厚修 能够把我们的节真道 再一次更多的发挥 而且他又是免费的教学 我觉得非常感动 其实宗教授他当初的心意 就是希望人手都能够DIY 自己帮助身体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目前医疗界来讲 医生其实是辛苦 赚取他们专业该有的部分 宗教授好像有点打破 这样的界限 那希望有些东西是 其实不是只有医生会 其实有些东西是很简单的 像节真道很简单 一般民众都可以会 只要用简单的器材 而且非进入系 也不建许 也不伤害 就可以用自己的节真道 对自己身体做照顾 或对自己的家人 亲人做照顾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那所以呢 也希望各位 能够在能量学会 或者是自然教育学会 跟辅助医学相关的学会 都能够多支持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一块 我们的卫生署已经升格为卫福部了 最近的实安事件其实引发的是 早就应该引发的事情了 那我们虽然大家是会人性防范 可是我觉得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是提升台湾在实安更上上提升 如果你不爆发这些事情来 可能在安考大概三五年十年 大家都不知道 那那时候癌症其实更多 对不对 所以爆发这些事情其实有好处的一面 那卫福部呢 升格 卫生有升格 所以它的资源 它的人力 它的预算都都是加倍的 所以需要卫福部重视我们国人的健康 除了在实安问题之外 在医疗部分也要重视 现在健保其实是一个无敌动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可能过了两年以后 又第三代健保出来 那政府为什么不思考 另外转方向思考一下 参考人家国外 是怎么样做运行医学 是怎么样做自然医学保健 这部分政府主席适者 应该要好好思考一下 所以我们10号 这个月10号办的这个论坛 目的就是希望 有新的医疗的选项 可以让我们民众来选择 不是只有现在的健保 健保以外的就是吃费 是不是政府也能够思考一些 香港国外 有一些自然医学的医疗 也能够纳入到健保地区去 甚至于一般的社会的保险 都能够被考虑 这样的话呢 其实才是我们国人 台湾民众的健康之福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一块 在今天 来追思我们的宗教授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展望未来 对国内的医疗 能够有新的突破 一起来努力 谢谢各位 祝各位有关